大家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开始来 Selegraph的学习 那么呢我这里使用呢就是2018.2.1 FE 这个版本啊 也就是我们2018所推出的 应该是第一个的正式版啊 我使用它 然后呢在建立项目的时候啊 我们先打开Unity 然后弹出一个project 如果您没有建立过项目 那么应该就是显示出的 这个是新链项目的窗口 在这个预设这里这个template 啊我们选择这个lightway random pipeline 选择它 啊虽然呢这里还是一个预览状态 对吧 啊官方可能呃 这个短时间呢也也不敢把它去掉 因为他也不敢保证是一个稳定 虽然说呢现在他 已经默认可以让我们去啊 使用在这个商业项目上面了 好那么选择它 啊选择之前 这三个呢都没有办法开启它的一个 啊新管线的一个 一个一个呃这个这个模式啊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操作不对 啊我之前选用过这个3D 以及2D的这个默认内置管啊 使用这个内置管线的这个项目啊 我打开之后呢呃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呃菜单去创建一个 渲染管线的一个赛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呢根本没有办法把它啊 付给我们的那个graph设置里面有一个啊可变成渲染管线里面的啊 这个配置文件啊没有办法啊把这个文件付过去 所以呢根本就没办法切换管线 那么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操作不对啊 如果您知道的话啊 如果确实是我操作不对 您知道是怎么操作呢 啊请您告诉我谢谢 那么据我自己本人测试呢 我只能选用这个下边这些啊使用这个管线的 然后创建出来以后呢 它是默认就啊在那个graph设置里面就默认会有一个这个管线的一个赛配置文件啊 自动被赋予那个设置里面 如果你想使用这个内置呢 然后呢把那个设置清空 然后他就变回到我们这个内置渲染管线 也就是这个building渲染管线啊 那么我个人理解就是如果你直接创建出了一个啊 这个使用内置渲染管线的工程 你在想想使用这个新管线呢 是没办法使用的 在但是呢 您创建了这个新管线啊 你想使用内置的啊 那你可以切换回去 那么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啊新渲染管线了 那么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啊命名下 因为我已经创建过了 我就不创建了 那么 这时候呢 啊您创建就直接点击这个create project就可以了 然后创建好了 unity就会把我们这个工程打开 那么默认的话 会打开这个视力工程啊 这个如果您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应该都会非常熟悉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这个shedgraph怎么打开呢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加载了这个 新的渲染管线啊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轻度的还是这个hd的 然后呢 它下面 会有一个package 这个就是unity 2018跟 啊2018往前的版本不一样的啊 往前的版本是没有下面这些package 这些东西的啊 这个只有2018才存在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这个package 他跟我们这个assets 啊 是这个同级的对吧 这里有个assets 然后这里多出了一个package 一个这个 文件价 然后呢 里面呢 是一个这个json文件 然后呢 然后他这里 呃这个引用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呃 引擎它内置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实际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应该是在这个引擎目录才能看得到 对吧 但是呢 在我们这里啊 在package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 他引用哪些东西 然后呢 这些文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去啊 选中他们看一下他们的属性 对吧 其中呢 这里就有一个lightweight render pilot 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只要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创建出我们的这个shader 那我们这里就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叫做shader 好 那么我们如何打开这个shadergraph 这个其实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也是很疑惑啊 根本找不到在windows 在windows上里面找不到有这个shadergraph 他的这个窗口对吧 然后找了很久 原来他是这样创建的 我们首先需要创建出一个shadergraph 那么在query然后shader向下 然后在这个普通的这几个shader下面啊 都是有一个后缀叫做graph pbr graph还有subgraph 还有这个enlightgraph 对了这个subgraph这里呢 就是上个视频我们在这个 概述里面没有说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会在后边把它加入视频里面去讲 这个subgraph是干嘛用的 好那我们这里首先建立一个 这个pbr graph 好给他命名一下 好命名完成以后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标识 它跟我们这个通常的shader 标识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 我这里个人还是习惯 然后在前面做一个前缀 这样就能更清楚的看到这个shadergraph 他是新管线的还是这个旧的 万一如果您 这个 是从这个旧的项目里面这个升级上来的 然后呢你现在需要更新一些这个shader 然后里面同时也存在有很多这个旧的这个shader 然后呢 如果没有一个 特定的一个 这个这个 打头的这个名称呢就很难识别出来 比如说您两个版本的这个shader文件它的名称可能是一样的对吧 那么这时候如果是这个新算管线的你可以 考虑使用一个这个 来标识 它是这个shadergraph做的 和其他呢就是旧的啊如果没有这个标识呢就很难分辨了对吧 或者呢也可以做后缀 这都可以就是更习惯的问题 看你怎么喜欢那我们双击就可以把这个 shadergraph编辑窗口打开了 好 那么打开以后 呃 我这里发现了一个状况很奇怪 那么我这个黑板消失这个blackboard在哪 这里按理说它应该修复了它这个问题很奇怪 那我只能再关掉再打开一下 哎呀还是没有啊非常奇怪很淡疼 好在这在这在这找到了在这里 看到了可能没看到所以呢我 其实呢它的这个操作界面还是有这个进化的空间呢 它这种 浮动的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 像这种啊属性 小属性以及这个预览的 其实呢它可以做的 固定化 更好用 这样要不然如果我不小心把它 最小化或者是拖到哪个地方我看不到了 现在还没有导航图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这些细节呢相信这个 呃用体以后肯定会修复的对吧 好这时候呢 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shadergraph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界面 我们看东西很少对吧 首先我们从左上角开始看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这个 shader的一个名称 shader名称 然后再往下呢这个save assets 也就是说呢在我们每次 编辑以后呢或者是编辑完成以后呢你可以 点击这个保存 资源然后呢把我们 编辑好的这个东西保存下来 如果没编辑好的话 关掉了其实它也是有提示的 也是有提示的 提示你保存 这个按钮呢也就是说您在实时编辑需要预览的时候 您只有 保存以后 您后边 新 这个编辑的这种功能呢才可以 被保存然后你在这个显示编辑器里面 才可以看到效果 如果你没有保存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再往后这里有一个 show in project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把 当前我们这个shadergraph打开的这个 shader 文件呢在这个 场景在这个project 这个工程里面 让他指引出来 我们点一下 这时候呢 他就定位到 是这个文件对吧 如果您 有编辑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连连看shader对吧 保存的文件啊非常非常多 这时候呢您 想选择他的这个shader文件 改名字啊或者是 移动他的这个保存路径啊对吧 这时候你很难找啊 那么如果您打开了这个shadergraph呢 你就可以点击他好 这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定位是哪个文件 好 那么 右上角这两个就不用说了一个最大化一个是关掉对吧 关掉的话如果 如果啊您有这个新编辑的这个东西他会提示你要不要保存 那么我再测试一下啊 好添加了一个属性 那么我关掉 好 这时候呢啊他提示 要不要保存呢 哎呀这里我应该选择 不保存 然后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 啊 unity的这个窗口里面就是通用的 这个啊一些 功能了就是关掉这个shadergraph这个tab 还有这个增加啊增加我们的sense 这个件窗口啊等等等等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熟悉了我们就不去说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其他地方呢就没有什么 菜单 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是 主要是介绍了我们这个shadergraph 啊 怎么去 安装其实没有什么安装啊 没有安装了这个这个不像之前的没有安装了啊你直接选择对应的这个渲染管线就可以打开 那么怎么打开呢啊创建我们的这个graph shadergraph 文件啊 他是以这个 graph后缀 命名的啊这些 资源文件 assets文件啊它是一个shader文件 那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我们的 啊 硬盘上面究竟是怎么样呢 啊他我们可以看了 他是点shadergraph 啊这么一个文件对吧 那么我们通常的这个unit里面的shader呢他 就是点shader 对吧他没有后面这个graph 啊只要是以这个shadergraph 这个后缀命名呢我们双击呢他默认的都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shadergraph编辑器打开的 如果是通常的这个shader文件呢他 后缀就是点shader 我们双击打开呢 啊就看您安装了什么ide了啊如果是 旧版本呢他你还有这个mono的话mono没有被移除的话 那么他默认的话就是用这个monobehavioride这个打开 啊那么新版本如果你装了这个vs的话那么你双击 打开 他是用vsstudio打开的 区别是这里 好那么这个视频到此结束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请你给我点赞投币收藏再关注一下拜托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